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因日记身份被关在美国禁地营长达五年的时间 1959年在李小龙的首位美国弟子杰西格洛福的引荐下 结识了李小龙并且学习了截拳道 当年李小龙在离开美国回到香港拍摄时 曾经召集自己所有的弟子 不得私自以截拳道的名义来开设武馆 而锦门将此作为小规模的教学 但是他还是授权牧村武之 可以私自去教授自己传授的功夫 为了继承师父的遗志 牧村武之在西雅图开设了一家非营利性质的正藩俱乐部 始至不渝地传播着李小龙当年传授给他的武术和哲学 并亲自担任正藩结成到核心的第一顾问 不仅如此 牧村武之每周都会去西雅图湖景公墓的李小龙墓地扫屋 别人问原因 牧村武之只是简单地笑一笑 也许这就是两人深厚情谊的体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